好一開始就來看到 這個美國選舉政攸關的全世界 所以蔡偉雲怎麼看 川普終於拿下了最後的這個 搖擺州是312票對上226票 真的是一面倒 然後川普也要跟拜登總統見面 11月13號 然後呢他就不斷的退群嘛 譬如說紐時就說他要退出呢 巴黎氣候協定 我們其實之前就已經預料過 但是呢接下來11月很多重磅的 會議要開始了 真的是說習近平時刻嗎 譬如說就是APEC 這個包括了 秘魯啊習主席會去 然後呢拜登總統也會去 這是APEC的部分 還有呢這個G20也是如此 另外呢聯合國氣候峰會 Cup29呢也會舉行 就最近這幾天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那一邊是退局 一邊是融入全世界 所以呢真的是差很多 因此你可以看到紐約時報說 美國優先政策 可能削弱美國在全球的聯盟 這給中國機會 填補了美國一的權力跟真空 擴大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好那再看下一張 因為呢去了秘魯呢 就一定要談談這個重大的基建 人家幫你搞基建 搞什麼呢 像是凱潛港 這個是很重要的地方 結果你看到美國南方司令就說 你看看這個地方 哎呀很重要在這邊 然後呢這等於是控制了凱潛港 等於控制了南美西海岸 前海港說說的海上的交通線 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 所以他想到都是軍事 但是呢 中國道路幫人家搞的是基建 這是兩種目前的國家策略 相當奇異 第一個美國想獨善其身 他認為他太吃虧了 很多國家都佔他便宜 即使是他的盟友佔他便宜很多 他要要求一個獨善其身 甚至你要回報給我 讓我美國再次偉大 中國呢就是奸善天下 哎呀人類生命共同體啊 南方國家大家 要共同解決困難啊 所以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策略 你說哪一個好 當然在道德上 奸善天下比較好嘛 我協助南方國家 你氣候變遷不要受災受難 然後我給你這個協助 各種基礎建設 讓你呢不要再依賴燒煤炭 等等的 奸善天下有奸善天下的副作用 獨善其身 有獨善其身的代價跟成本 現在中美兩國就在 兩條不同的軌道上來競爭 那沒有錯啦 以單純的這個經濟實力來講 現在中國大概只有 美國的65% 那還有差35% 才能夠並駕齊驅 不過如果你用購買力平駕的話 那兩者就差不多啦 那對於這兩種呢 當然會形成兩個一個 不同的這個朋友圈 美國朋友圈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他本來喔 南邊墨西哥 北邊加拿大 還算是他的中層盟友 那現在他關稅一打 進出口限制一打 墨西哥還哀叫啊 何止哀叫 他简直在吃拉肚子的藥 開始準備拉肚子 已經不是哀哀叫而已啦 那這樣大喝場不是啦 所以他最忠誠兩個的盟友 還不用講到 遠在太平洋南邊的 澳大利亞跟紐西蘭 他們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只好乖乖的掏口袋起來 養肥老大 就有點像那個幫主 要跟堂口收取這個 保護費 這個已經不叫保護費了 這已經是 已經是幫貴費了 那歐盟更慘了 你沒有看前幾天新聞 很好笑 他說馮德蘭找了一堆人 大家在商量 然後每一個人 好像在辦商禮一樣 每一個人不曉得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 新的局面 川普要獨散其身 可是獨散到什麼程度 要剝削盟友到什麼程度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短期內 的確美國可以因此 獲得很大的利益 會讓美國更強壯 但是更孤獨 那中國呢 因為一帶一路啦 就可能要多花一點錢啊 奸善天下嘛 就要布施設全世界啊 那在某種程度來講 朋友越交越多 風險分散能力越來越強 能夠對抗美國的壓力的 這個 所謂的風險係數就越來越低 那當然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所以兩方面現在的 等於說 像在田徑比賽 槍聲剛響 輸贏 三年後就見真章了 那有人說中國一定贏 有人說美國一定贏 沒關係 我們 我們就絕對 每一年都能夠評估得到 好 那你覺得是中國贏還是美國贏呢 美國現在被說制度 換了總統整個換了不同光景 以前拜登還在那邊打說什麼綠能等等 但是你搞了綠能 你還對中國大陸所謂的電動車 所謂的產能過剩嘛 然後現在你換了另外一個總統 你這個馬上就不斷退群 巴黎西游協定你就要退啦 所以呢 憲姐你怎麼看 因為憲姐很瞭解美國政治 美國現在政治變成金錢政治了嗎 尤其最近今天討論度很高 是馬斯克媽媽也被問到說 馬斯克難道要從政了嗎 結果媽媽說 他比較喜歡火箭還有汽車 有沒有把話說死 所以你看這些富豪們 現在也紛紛的進行表態 你看一邊是美國在亂 但是中國大陸一邊幫南方國家合作 比如說去秘魯的部分 這個港口就非常重要 來看到美國這邊就不斷說 你這個前開港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後門會有一些 門互動開的問題 但是因為他啟用之後呢 有非常多的貨櫃輪可以從哪裡 可以像是拉近的中國大陸 亞洲以及拉美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次習主席去APEC的時候 秘魯外長也說 我們要有更新版的自貿協定 使了兩國貿易不斷提審 所以不斷交朋友 然後巴西論壇報說 現在中國大陸早就把目光 都放下了南美洲 比如說在巴西的出口越來越多 那你美國要小心 你打什麼關稅戰 我跟巴西買就好了啦 然後呢中國大陸也多年 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好 我們先講一下 中國大陸在全球的這個地緣 經濟的佈局裡頭呢 本來的一帶一路就有一支 是從太平洋往美洲這裡去的 所以我們前段的時候的眼光 比較是看往西邊的這個貿易 就是傳統跟老歐洲的 大的海權國家的那些貿易 跟以前的殖民貿易經濟 都是很多重疊的部分 但是原來的規劃裡面 本來也就有一支是往美洲去的 那麼在美洲去的時候 一開頭比較明顯的 當然就是像墨西哥 像巴西 像委內瑞拉這些國家 那巴西當然同為金磚五國之一 所以中間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在中央大陸被美國制裁太陽能板的時候 你就看比亞迪 第一個出海的一個大的 國家型的計畫就是去巴西 幫巴西建立了它的新的新能源產業以外呢 也去引進了新的像雲鬼雲巴 這種新的動能的公共交通 所以在巴西這裡 那這一次我覺得在秘魯呢 事實上也有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因為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巴西是不往太平洋的 所以在秘魯的這個前凱港 就是在南美洲往太平洋這邊 當然更南邊還有一個阿根廷 這也別忘了原來在金磚的時候 有把他納入 只是他的總統十分搖擺 所以現在看看他到底要怎麼做 那麼如果阿根廷你不玩 那麼在你旁邊的秘魯 就會接著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就是 每一個國家在選擇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握住一個叫做 歷史的機遇期 好比說以前最早正和的時候呢 馬六甲那個地方 就是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 馬拉卡那個地方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貿易據點 它有一個它的歷史機遇 甚至在婆羅州就是東馬呢 也是它的歷史機遇 所以現在看起來 秘魯會贏得它的歷史機遇 也就是為什麼這一次 據稱那個應該是 中華大陸外交部已經說了 習近平民主席這次 會去巴西跟秘魯 兩個國家進行國事訪問 那我們回頭來講一下美國 剛才蔡委員有講過 美國在國際外交上面的 一些立場跟看法 那我回頭來稍微講一下 這次選舉中間呢 給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一個趨勢 其實選後啊 你看到很多的美國的媒體 不管你是親民主黨的 親共和黨的 你是所謂的自由派媒體啊 主流媒體或是社會媒體 他們社群媒體都在講re-alignment 就是在重新整對 再重新去建立美國 所以可能不是叫MAGA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要問的是說 Make America Great 那個美國是什麼美國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呢 在討論說回到傳統的價值 然後甚至呢跟最近 將近20年以來 所謂的覺醒運動的價值呢 做了一些分庭抗議 所以這是一個大部分 很明顯的就是傳統價值 跟所謂的進步議題 覺醒價值呢 在這邊做了重新的整隊 他們兩邊的那個整隊 兩邊都在做 不光是共和黨贏了的做 民主黨在輸的時候呢 也會去檢討 他們最近一段日子以來 一直是被這些 所謂的最先進的覺醒價值 牽著走的那個原來 民主黨其他的價值是不是 就相對的就弱化了 這是一個部分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 很明顯的趨勢 我找了一些數字 想跟大家講 像這一次的美國選舉 大家都知道 是有史以來最貴的 所以呢他在 他的那個美國的政治獻金 是有很多很多 需要去申報的 所以申報上面 現在大概計算起來 是159億美元 好 那這個159億美元 比較重要的是 他有一些非常大的金主 也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的那種 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 還有黨派的籌款 還有富豪的個人捐款呢 我這邊有一個系列 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各自所獲得的那種 大的捐款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 不單是說錢多 而且是錢集中在很多 大的捐款者的時候 那些大的捐款者 譬如說如果你是一個PAC 本來就是政治行動委員會 會有一個特殊議題的 那當然就試圖要去把議題 做一些影響 但是除此以外 很新的一個趨勢是 富豪參與政治 財團成為政治的一個核心 所以我另外找了另外一張圖 那這張圖裡面呢 是比較清楚的是那些 捐很多很多很多錢的富豪 大家熟悉的譬如說索羅斯啦 或者是大家熟悉的 Bloomberg啊 你們都大家都很熟悉 那他們呢還是傳統的 藉著政治獻金支持某些候選人 去讓他的主張 跟他所希望的國家方向 能夠受到影響 可是有一個新的趨勢 就是像第三個人 Peter Thiel 他是一個最近崛起的一個科技新貴 大家如果查的話 很容易可以查到他自己 在不同的州裡面呢 就做了很多政治獻金 但是他也是J.D. Vance的天使 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人 一力的把他帶入政治 甚至推到了副總統候選人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Peter Thiel的這一種的政治 就是參與跟以前傳統的富豪捐款 像什麼洛克菲勒家族啊 那種的捐款 當然顯然就是不同 也跟柯克兄弟的那個捐款不一樣 另外我畫的另外一個人呢 就是那個Vivik Vivik他在今年應該說選舉的過程之間 他自己投入 他是一個有9.5億身家的 新藥公司的科技創新的新貴 一個印度裔 而且他說我的父母親是合法來到美國的 我不是非法移民 我們擁抱移民 但是我們擁抱那些 合法移民的一個印度裔的第二代 他只是第二代 那麼這一位非常年輕的Vivik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選舉的過程 以及到選舉的最後面 他站起來 用他一個移民的身份 然後科技新貴的身份呢 來呼籲喚醒 重回美國價值 包含了美國的選舉 美國的社會價值 美國的政府跟商人 跟政府跟商人的就是 左手跟右手的關係 以及呢 美國現在 他說被所謂的 共和黨在民主黨 所謂的 identity politics裡面 被打趴的那些東西 他說過去你看一開頭 你們就是要搶那個共和黨 時常被民主黨的那個 身份認同的這些東西打趴 因為你有一種政治正確性 你如果稍微偏廢了一點呢 你就會被打成政治不正確 所以他說從這個 從那個認同的政治 到性別的政治 甚至到了你的那種 性傾向的政治呢 還有是最後到了今年的選舉 最後的一部分 甚至還叫他們在家庭中間 要彼此欺瞞的這一系列的東西呢 最後的攻擊手都是Vivik Vivik是一個印度裔的 第二代的美國人 那麼他回去去喚醒的是 傳統的美國 由小政府 然後大的商業的團體 創造人民福祉 然後逐漸下降 就是trickle down的那一種概念 還有傳統的美國價值呢 是用一個移民的身份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 美國選舉有一個很重要的 realignment 就是民主跟共和的兩黨 都要回去去問自己 因為川普說我們現在有了 mandate有人民天命 是由人民給我們的一個授權 那你這個人民天命表面上看起來 就是說你要看到那個一票一票選給你的那些人 但是事實上呢 背後還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富豪的參政 跟整個的政治團體的那個財團政治的影子 所以很可能 將來川普的政治裡面 社會的議題 跟他的商業經濟的議題是分開的 商業經濟的議題裡面 包含他在2017年的減稅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對於大財團是有偏向的 可是他的社會議題呢 很可能在這一次的所謂的大城重整之後 會由這些新的 回到傳統美國的這種說明呢 讓他真的回到了傳統的美國價值 所以你會看到了一個 政治裡面在社會議題的保守 但是經濟議題上面的 仍舊是偏向財團大財富的 那樣的一個川普政權 所以很多人說美國現在的democracy 是不是要變成了protocracy 就是財富政治 財閥政治 或是財團政治 那這個在過去2017年的減稅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恐怕在川普的2.0裡面 還是會變本加厲 這些財團的影響跟個人富豪的影響呢 從間接的去影響政策 到直接的參與政治 甚至到了議題的倡議 所有的講的人裡面 最明顯的就是馬斯克 所以剛剛講馬斯克要做什麼 我覺得馬斯克可能想要做一個世界總統 如果進入美國的內閣 去做任何一個事情對他來太小了 因為他媽媽不是也說嗎 他關心的都是那些全世界的問題 他正在主導我們所瞭解的世界 所以這種富豪政治呢 他可能會外溢到美國以外 因為當他們有了科技有金融 再加上美國的實力在後面支撐他們的話 還有一段機會去影響我們大家的世界 所以真的大家要仔細的睜開眼睛看 不過我認為若是真正的富豪政治裡面 就是像傳統的美國的最早的領袖們 他們也有很多人都是大富豪 但是如果他們有一個謙卑的心 去認為他們要服務的對象是 真正他們這次所謂的人民天命的人民的話 那也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重整 只是人類的貪亂恐怕每次都會 大家說雷姐太天真了 人類的貪亂恐怕還是有讓我們失望的可能性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自詢說 所謂自詢民主 但是你可以看到民主現在變成了財閥政治嗎 那真的是會為民眾找到百姓來發聲嗎 其實也是一個大問號 但是你怎麼看 因為你看美國現在是孤立主義來了 但是跟你以前拜登那種打群架不一樣 他都抗中沒有錯了 但是他是比較是交易的 那你菲律賓鬧你覺得你會換到什麼東西嗎 我們看看菲律賓又要再針對黃岩島的部分 再挑釋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公布了相關的一個做法 比如說他公布叫海洋區域法 竟然要把南海很多的這個島嶼 歸為你自己所有 甚至也有中國的領土 也就是黃岩島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就公布了黃岩島領海基線 而且也說這是侵犯了中國大陸 我們是中國大陸會堅決反對 然後也有公布64個 像是南海島嶼的名稱等等 我想問一下大陸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法律戰 事實上對目前這個南海的這個 現實的這個態勢影響不大 它是一個國家立場 還有就是說對未來的爭端 如果進入到法律的層面的話 它是一個事先的一個怎麼講的 一個準備的法律工作 那對於南海情勢不會有影響 菲律賓公布這個兩個法 一個就是說這個海洋區域法 然後群島海盜法 海盜就是那個channel 海盜怎麼過 那個是因為就是說 菲律賓的小馬克特總統 前兩天他正式簽署 這個法案已經進行了很久了 國會也通過了 正式簽署甚至生效 中國大陸就立刻的反應 就兩個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這個 這個內政部公布了 南海六十座四座島嶼的 標準名稱要規範各界使用 那這些基本上就是把 島礁全部都羅列在裡面 有一些叫北斗礁 北斗頭礁 北斗東礁 北斗中礁 仁愛中礁仁愛北礁 每一個在這個 南海有的這些島礁全部賦予 再一次公布他的名稱 都是中國的名稱 因為在國際上 每一個國家都有他的名稱 對不對 那個菲律賓也有他的叫法 對 那西方也有他的叫法 那這次中國大陸就把他這個名稱 全部都統一了 然後呢 再一次公布 遭告四人 那這也是一個主權 對這些島礁的主權 行使主權的一個實踐 就是實際在行使主權 那通過這個黃岩島的領海基線 也就表示說 事實上菲律賓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海峽區域法 不只是把黃岩島 納入到菲律賓的 所謂的領土範圍 它還有很多中國的這個 現有的中國在南海的島礁 也被菲律賓列入 對 可是中國大陸特別把這個 黃岩島的領海基線公布了 這個為什麼 因為這個黃岩島事實上 它是一個環礁 環礁就是說它高潮的時候 就高潮的時候 大部分的環礁都在水面底下 那你今天要確定 菲律賓的漁船公務船 甚至軍事船子 有沒有侵入到黃岩島的水域 這個你就要公布一個什麼 領海基線圖 因為領海基線公布以後 就變成什麼呢 由這個基線向外延伸12海里 這都是中國的領海 那這是中國的領土領海範圍 不得入侵 那再往上24里就是 所謂的這個領街區 那就中國在這個領街區 水域享有這個行使公務的權利 那所以這個要弄清楚 你現在要把水域弄清楚 要不然的話 這個將來 即使是中國的執法船隻 大陸執法 它也不曉得什麼領域 它有這個權利 因為海洋法對於領海 領街區 它有很明確的這個規定 不過中國大陸 為什麼過去都不公布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 值得爭議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 你這邊你公布領海的基線 這是你的島嶼之後呢 這個構不構成 將來畫設你國家 整個的這個領海的一個什麼 領海基線 當然我記得在海洋法裡面 有一條規定 你要作為畫設 領海基線的島嶼 它現在這個 這個礁它給你的領海基線 可是你這個礁這個島 它本身是不是可以 將來做個整個 中國大陸畫設領海基線呢 它有幾個要求 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高潮池要浮出水面 有一個潮水最高的時候 這個島還要在水面上 第二個呢它就是天然形成的 不能像日本的那個什麼 沖之鳥 是根本人工造的 而且它高潮池也不浮出水面 然後第三個呢 還要叫什麼 它本身能夠維持它的經濟活動 這是三個這個海洋法的規定 那當然呢 黃岩島通通不符合 可是黃岩島本身是中國的一個島礁 黃岩島本身畫設這個怎麼樣 它的這個領海基線 也就界定它黃岩島 你離黃岩島 這一個離海基線點 你切近了多少 你就是侵犯了中國的水域 它是一個明確的 可是我覺得不會構成 將來整個中國在畫 這個中國領海範圍的時候 可以作為領海 畫設中國整體領海基線的一個基點 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那中國大陸過去一直都不在 不在這個問題上 很明確的表態原因就變成就是說 中國在 我們中國在這個 南海的所謂的水域主權的主張 從中華民國開始有十一道線 從到了中華民國有九道線 那這個九道線你畫的 人家就說那你這九道線 是屬於什麼屬性 你是所謂的 國界線圖呢 還是領海線圖 那現在就規避了這個問題了 事實上的話 因為你如果它是一個國界線 江域線的話 那整個南海的內水 基本上都屬於中國的領海 全部都是中國領海 你這九道線一畫出來 我這就是我的國界線的話 作為海漿的國際線 那這裡面全部是中國 那事實上中國大陸並沒有這樣主張 我們過去我們中華民國的時候 也沒有這樣主張 所以你如果說你公佈 你現在公佈黃岩島 我想從這個國際法的官家 一定是深思熟慮 它不構成中國大陸 放棄所謂的九段線的主張 也不構成將來就是 以這個每一個島礁的 它本身的畫設了領海極限 把這些島礁都視為 未來可以畫設中國領海極限的 這一些基點 所以這個法律上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 我覺得是做了一個決心 可是呢 在法律上極具意義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這些島礁24海里以外 它不會行使主權行為 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我覺得 在法律上會造成一個效果 不過到最後還看 中國大陸的整個執法的這個團隊 怎麼樣來認定這一次公佈 那個黃岩島的領海極限 它實際的法律意涵是什麼 可是呢 就現有的國際法 國際法還要講的話 你畫設了 然後這個島礁本身又不能成為 中國畫領海的一個基點的話 那也就是中國的領海 所謂的你公務船執行 這個中國這個好 所謂的水域的這個主權行為 事實上就限制在24海里 那不像日本 日本為什麼把沖織領海搞這麼大 而且它要造成什麼 它要把它造成 畫設日本的領海的一條基點 所以日本的期限一下 多出來一兩千公里 往外延伸 那它得到的是什麼呢 得到的是怎麼樣 這裡面通通是什麼 往外200海里的水域 從這個它畫的基點 跟這個 日本的這個 我們的琉球群島的 這一接以後 這條線一畫 往外200公里 都是日本的經濟水域 這就造成我們台灣很多船隻被日本人 莫名其妙在公海上被逮捕 日本是把那個島 沖織島當作畫設日本 這個國家領海基線的基點 那中國大陸現在只是畫設 黃煙島的領海基點 沒有提說黃煙島是中國大陸 將來畫設南海海域範圍的 的一個領海基點 這差別很大 可是問題你現在公布了以後 你是維持模糊也好 還是 可是實踐上將來 在法律上 可能會受到一些挑戰 我想問一下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 針對於這個自己的主權 是絕對不會讓 尤其軍事底細那麼強 菲律賓你鬧啊 但是中國大陸 現在也出招了 對 今天你去仔細去看 菲律賓他們的自己的新聞的話 你可以看到兩個 很重要的重點 那麼當然第一個呢 它的菲律賓的海域法呢 英文是 Philippine Maritime Zones Act 那麼它中間主要講的是 它的專屬經濟區 EEZ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說這個中間的第一個部分 是符合海洋法公約 那麼在符合海洋法公約的情況之下 它主要把它的國內法 跟這個海洋法公約 能夠做個對齊 符合的是EEZ 我要特別提醒的是 就是說 專屬經濟區跟主權 其實是兩個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林海譬如說12海里 跟毗林區24海里 那是一個領土主權的這個概念 那麼專屬經濟區在每一個點 剛才特別講了 如果你是島 或者是在符合定義的情況之下 每一點可以有200海里 然後後來本來要延伸到350海里 後來沒有 那麼這一個專屬經濟區 是經濟權利的概念 主權不能退讓 經濟權利可以分享 甚至可以談判 所以我以前舉過 像納土納 北納土納 就是中華大陸跟 印尼跟馬來西亞的 這幾塊地方 都有很多 在專屬經濟權利上面 互相的你來我往 那麼 所以它的第一個東西呢 是Maritime Zones Act 主要討論的是EEZ 那我覺得它就鋪墊了一個 將來也許也可以做一些 經濟談判的基礎 因為在海洋法公約裡面 專屬經濟權利 是可以有幾個方法 你用譬如說兩個重疊的這個聲索 你可以用等距中線 用橫平線 用共同開發 或是擱置開發 四個方式來處理它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呢 它的第二個東西叫做 菲律賓的大群島 就是群島國家的Sea Lanes Act 因為我們剛才 大師也講了群島國家 它的外延 外延以內的 都是它的內水 所以呢 如果說你把日本來看的話 為什麼沖枝鳥重要 因為有了沖枝鳥 它把南方合起來了以後 中間就只有一個小小的 像我們叫做donut hole 一個小小洞 那個地方是公海 其他地方全部都變成它的內水 它如果像是一個鼻子一樣的 一個大群島國家 那如果是沒有沖枝鳥的話呢 就是像一個人形的 它底下是沒有關起來的 那很多地方呢就是公海了 所以說沖枝鳥對它們來講 是一個重之翁之重 即使是乾冒天下人的指摘 它還是要做的 那現在菲律賓第二個公布呢 是在它的大群島的概念裡面 那裡面不是理論上都是內水嗎 可是他說在這些部分呢 有一些的通道 sea lanes 是讓外國的船隻跟飛機 可以自由航行的 自由通過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呢去 等於是呼應美國的自由航行的意味 非常的濃 也就是說菲律賓說我是好孩子 我雖然是個大群島國家 但是我有很多路 都是讓大家可以走的 這是我們對於自由航行 或自由飛行的一個承諾 所以它這兩個東西呢 在戰略上可能有不同的意義 第一個雖然看起來有點兇 可是我覺得它埋下了 將來在專屬經濟權利上面的 談判的可能性 第二個呢 對於美國所謂的自由航行 菲律賓先說我是一個模範生 我在我的整個的大群島國家中間 我就公布了這麼這麼這麼 這麼多的線你可以走 中國大陸的回應 我覺得非常有智慧 第一個是黃岩島 黃岩島本來就可以搬領海基線 它是有足夠的條件的 就像我們以前去做永興島 做太平島 那些都是有領海基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中華民國海軍去設了領海基線 所以那些都是可以慢慢連結起來的 那麼在黃岩島是有條件 設領海基線 而且呢 如果你真的去看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 或者是大陸交層的相關規定的話 剛剛好黃岩島跟菲律賓中間 是有一個斷裂的 有個非常深的馬尼拉的溝 馬尼拉海溝 這個馬尼拉海溝呢有差不多5000公尺那麼深 所以你無論如何 菲律賓沒辦法主張 它的領土自然延伸到黃岩島 是沒有的 中間有一條馬尼拉海溝是5000 同時那個黃岩島的地形是非常有趣 它是海盆中間的一個上升的山 然後上面經過了很多珊瑚礁的覆蓋 所以它並不是跟其他的地方一致的地形 它跟別的地方那種淺灘地形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海底的山上升了以後 變成了一個島 所以無論是你在地質或者是地理上 因為地理的延續也是大陸交層的一個條件嘛 所以在地理的延續上或是地質上面呢 菲律賓其實沒有什麼資格來深索黃岩島是它的領土 除非它主張是歷史先戰 因為你知道它有一個Scarborough Shore的那個名詞 就是以前的西方的海員海權國家曾經命名它啊 佔領它 除非它主張歷史先戰 但是在海洋法公約裡面 無論是大陸交層要求的科學證據 或者是在海洋法公約裡面的其他的相關規定的話 菲律賓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底氣 對所以呢黃岩島就是中國的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我想問一下蔡正博士你怎麼看 因為呢你看菲律賓在這邊 因為正在政府在跟調說美國 那你現在菲律賓會不會也希望 在這個南海這個地方要給美國看嗎 我們先再回答下一張 為什麼說呢這個南海或者是其他深索國 其他的國家也有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像再下一張包括什麼 包括了普拉伯沃印尼的總統去訪問啊 跟習近平主席見面 也談到有很多的戰略合作等等 那中國大陸也是連續十一年是印尼最大的貿易夥伴 所以你看有這種不同的做法 那更別說呢你看喔 最近石破帽急著也要跟川普通電話 但是說只有五分鐘被自民黨罵翻了 但是石破帽也想跟習近平主席見面啊 那你怎麼看 首先印尼是東南亞國家 除了排華問題以外 跟中國最少摩擦跟爭議的 而且他反而跟澳洲關係處理得非常惡劣 更需要中國在後面就罵一本之力 所以以現在的話 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他不太敢再排華了 尤其現在的總統啊 他以前據說他自己否認啊 他有排華的紀錄 他現在到處否認 我絕對沒有排華 怕習近平給他白眼是不是 他岳父排華 岳父不能在他身上啦 這個有點難慘 但是中國跟菲律賓啊 會爭吵主要的原因是 菲律賓後面有一個美國 美國想要用菲律賓 來挾制中國在南海 擴大力量的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呢 又經過這個國際海洋法 跟南海仲裁法庭 有對中國產生很多的拘束 或者很大的影響 我們先說幾件事情 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於南海的島礁的 因為南海有三種情形 一種叫島 一種叫礁 一種叫低潮高地 就剛才介大所講 大概有三種情形 我們講的島礁島礁 事實上有的是 叫做低潮高地 法律上不一樣 比如說太平島 他說他不是島是礁 百分之百的島 對那島跟礁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你是島的話 你可以有專屬 你可以有領海 你可以有專屬經濟區 但是如果你是礁的話 只能有領海 不能有專屬經濟區 那如果你是低潮高地 那連領海都沒有 連大陸架都沒有 更不用講專屬經濟區 所以有三種區別 國際海洋法 是這樣規定的 那南海仲裁庭 是怎麼判決 他說太平島是礁 所以只能有領海 不能有專屬經濟區 然後他說 黃岩島 這個仁耐礁 這什麼 阻碧礁 這些本來叫礁的東西 事實上不是礁 叫低潮高地 就是說 一定要海平面 這個在退潮的時候 它才會浮出水面的 這個叫低潮高地 所以因此 他們不可以有領海 也不可以有專屬經濟區 但是 國際海洋法沒有規定說 哪個島哪個礁 哪個低潮高地的 主權是誰的 國際海洋法不規定 這些東西 主權是誰的 那 看起來 中國在劃分 這個專屬經濟區 跟領海吃了虧 可是有一樣東西 菲律賓站不住腳 就是說這些島礁 根本不是菲律賓的 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 它是一個部落社會 什麼時候開始有國家出現 它是以西班牙的殖民地 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西班牙的殖民地 當時美西戰爭 打輸美國了以後 西班牙就把整個土地 菲律賓土地 用2000萬美金賣給美國 美國是用錢買的 理論上一直用錢買的 買來了以後 它當時有一張畫的圖 通通沒有這個島礁 換句話說 這個島礁完全不是 美國的殖民地 也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最後 美國允許菲律賓獨立的時候 菲律賓的領土 就是美國允許它獨立的範圍 除此之外 那海島礁 一個都不是菲律賓的 這是第二個 對中國有利的法理 換句話說 島礁不是你菲律賓的 你菲律賓現在佔的島礁 或者低潮高地 比中國還多啊 對啊 好 那越南啊 當然越南占最多 他現在也是狂田 菲律賓第二名 中國第三 那其他什麼印尼啊 溫南那個 那個比較省 馬來西亞那關鍵 不是在政治化的裡面 所以在這種處境的話 菲律賓不利的是說 他在法律上無權聲索說 島礁 低潮高地是他的 他完全沒有權利 可是中國拿出歷史文件來 欸 我在明朝的時候 就是我的 我移民去過 我的觀點去巡查過 我實行過公權利啊 何況在1945年以後 這個美軍還借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一艇 好幾條船 叫做中葉船 去叫中葉島 對 反正太平船 去叫做太平島對不對 那還在那邊敲打 弄個石碑等等 借碑啦 借碑 沒有那不是畫借 那個整個島是我的啦 對 他是做了領海極限的借碑 那這個是個事實 所以我們假設說 從1945年以後算 南海受的島礁 或低潮高地 都是中國的 那回過頭來 中國畫所謂的什麼 九段線十一段線 這個就有點麻煩 就是說 到底你這什麼意思 中國歷代的 沒有人講得清楚 這個是經濟海域嗎 那很顯然不是你的領海 也不是你的內水 都不是 也不可能是 為什麼 因為從自古以來 從有海盜以來 正成功的時代以來 那個就是自由航行的區域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施行 海域的管轄權 但是島礁的管轄權 中國拿得出法律文件說 這是我啦 好 那你現在來啦 中國說那黃野島 為什麼不能畫領海 南海仲裁法庭 我們沒有參加 會變成叫法律爭議 那我跟各位講的有好笑的是 南海仲裁庭的結果 這個全世界只有十一個國家 認為它是有效的 其他的國家認為說 哎呀這裡面還有爭議沒有解決 就像我剛才講的 島礁是中國的 然後你說海域是菲律賓的 這個有得吵啦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處境裡面菲律賓說 法律上島礁不是他的 可是他用他的邊界 往外一百什麼 兩百海里有沒有 範圍裡面是他的專屬經濟區 他是玩這個遊戲的啦 那就有得吵啦 所以在這種吵的情形底下 先從漁民的權力開始 採礦的權力開始 再加上海那個什麼 航海安全的這個 這個涉及到戰略啊 國防部署的問題 黃原島對他們都嚴重呢 黃原島如果解放軍 弄幾個火炮在那邊 菲律賓蘇比克灣 蘇比克海港海軍基地 後晚上都不用睡覺啦 對不對 那個菲律賓總統 那個什麼 馬侃南宮還什麼宮啊 他沒辦法睡覺為什麼 距離黃原島的火炮距離 162公里 你知道中國大陸火炮 可以打出來好不好 400公里 最簡單的500 很簡單 聽說是400公里啦 好不好 500公里 那他怎麼睡得著叫呢 根本連飛彈不用打 是 就是現在的問題 是在處在這種很奇特 那爭執的問題是 絕大多數有發表聲明的 五十幾個國家都說 那因為太複雜了 有是你的有不是你的 那你們去協調一下 只要你們條A怎麼說 我們大家都接受 因為南海眾海庭 不是唯一的法律預計 因為他沒有處理到島礁 低潮高地的主權問題 他沒辦法去做這個判斷 那再加上什麼 什麼的歷史權利呢 我在這邊從我老爺爺 開始我就這邊捕魚了 你現在突然間說我不能來捕魚 不是我漁場 我覺得這是我的明朝祖先就傳下來的 那你不要說明朝跟清朝不同國好不好 就中國人都同一個國啊 我們是繼承下來的 那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保護嗎 你也不可能退讓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歷史性的捕魚權 中國大陸講的歷史權利 我的歷史性的捕魚權 在你菲律賓人還沒有辦法捕魚的時候 我們的老祖先開 政河就來這邊晃蕩晃蕩 所以我們叫政河交 對不對 不然取別的名字吧 對啊 所以這個複雜性唯一的 就只能說用南海行為準則 那你菲律賓跟中國 好好去重新簽個合約 一個條約 我們規範說該怎麼處理 那如果談不出來就割著 那你如果是硬要動武力吵架的話 那大家看著辦 舉個例子菲律賓不是畫那什麼群島海盜法嗎 他就是把他的最外面小島都畫在一起 裡面通過他的內水 他以前畫過啊 不是畫過啊 1957年多少人畫過一次啊 結果呢 誰來挑戰他 新加坡的英國海軍 二話不說 就把艦隊開過來 你來啊 你來打 菲律賓通通歸縮啦 通通歸縮啦 就鼻子摸一摸 就不敢講說他有一個 畫了一個群島很大範圍裡面的內水 國際法輪法也不承認 對 因為他島跟島中間距離太遠了啦 已經超過那個合理的 什麼一百多海里以外的 不要講別的 你從 這個 光那個什麼 那個從宇宋島到我們的 鵝鑾比 就360公里 那你怎麼去畫 畫你的界線啊 對不對 巴塞有什麼畫 你不能用那個巴塞群島那個 小點小點來畫嘛 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說 我們坐下來談 沒有誰一定佔便宜 中國也不能說 這全部都是我的 威力賓也不可能說這是我的 所以兩方面一定要互相推浪 那如果不互相推浪 什麼東西決定 戰爭決定 那就看誰的底氣強了 對啊 贏的人就通吃啊 這沒辦法啦 那你不然你叫美國來嘛 對不對 美國也不敢來啦 以後中國大陸最好都去南海那邊 進行演習 但很多話國際法是用戰爭 做最後決定 對 所以呢實力在這邊 但中國大不想用這樣 是給你 希望你能夠好言相勸 大家先怎麼看 因為呢川普回來了嘛 然後呢應該說什麼 對中國大課關稅啦 60% 我們就看看你真的做得到嗎 底氣在哪裡呢 那會不會反而也幫助中國大陸呢 因為很多人都發現說 快要關稅來 所以趕快大買特買中國大陸的東西 另外你可以看到是說什麼 譬如說 10月份的中國道出口年增呢 12.7 就是因為大家擔心關稅真的要來啦 所以呢趕快 在關稅還沒有真的來之前趕快加買啦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你要圍堵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呢 關於你的這些相關的制裁 它也是有招的 譬如說嘉哲啦 之前就非常精準的打擊 還有另外來看到呢 人民日報記者丁剛就說了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融入全世界的供應鏈了 光是呢Sky Deal這一間公司呢 就是呢為烏克蘭跟台灣提供無人機 但是關鍵的電池就是中國大陸做的 沒有中國大陸電池它的無人機就做不出來 然後蘭德公司就說 哎呀你關稅增加其實喔 對美國經濟增長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其實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說川普在選舉時候講的話 講得很痛快 實際上行不通 他第一任期的時候更衝 他搞不清楚狀況他就衝到多少 衝到3500億中國的產品 平均關稅是19.5 他那時候我們不衝到20呢 我們不衝到35呢 我們不衝到50呢 他那時候更無資啊 他對關稅都無資啊 他可以衝到50啊 他為什麼衝不上去 因為再往衝上去 美國的經濟就出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當時3500億的16點 19點啊 平均19.4的關稅 是一個經濟上的說 傷害到中國一點 可是傷害到美國比較少的 就像經濟學上的那個均衡點 你再往上推的話 你再往上推 你搞到25 你搞到30 美國付出的代價更大 而且在過去就是說 過去這個8年裡面 中國大陸一直在怎麼講 一直在跟美國脫鉤啊 美國都不知道 中國大陸這個叫什麼 叫避險 這是一個不可靠的貿易夥伴 我當然跟你避險啊 那中國大陸所以強調 第一個雙引擎嘛 強調自己本身啊 就是說自己的消費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整個外銷佔中國的GDP的比重 從大概20%到現在 降到17%不到 已經這個外銷在中國大陸的經濟 GDP裡面已經佔比下來了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美國佔中國總體外銷的比重 也降了很多 過去在川普還沒有上台之前 幾乎是20 美國是中國的外銷市場中的五分之一 那可是最近已經降到 中國的外銷只有14% 整體來只有14%到美國 所以中國大陸對美國市場的這個 依賴 依賴現在已經快速降低了 對 那快速降低了 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想就是說 基本上為什麼這個 越南跟美國的這個外銷的這個順差會達到1000億 因為從中國大陸去達到1000億 這是中國大陸轉移生產地點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說 川普如果要把中國大陸的這個市場封殺的話 第一個他有一個風險 就是他國內的 一個第一個是通貨膨脹 也就是說他進口的產品 性價比低 或者價格 會太高 而且他太猛的話 造成某種 產品的這個 稀缺 造成搶購 都有可能 台灣這麼小一個地方 也沒多少消費者 雞蛋都會搞不清楚 雞蛋都會 沒雞蛋吃 全世界到處雞蛋多得不得了 那這個都是你人為干預這個市場機制以後 你可能產生的這些狀況 這些都是川普可能的風險 川普以一個政客的方式講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好笑 而且他自己深信不疑 我不知道是假的 他說 我解決美國經濟方法 就是我不向美國人民課稅 我向外國人 外國公司去課稅 他把這個tax跟tariff 把他畫等號 tax跟tariff是等號 沒錯 都是你美國的消費者 在出錢的 這個所有的tariff 關稅最後都是買方 轉嫁到買方 對不對 你今天你關稅上升了 你國內的 國內的汽車會不會貴 我們以前汽車的 我們進口汽車以前是50% 好不好 那現在17.5% 你看我們汽車的進口車有沒有下降 當然下降 因為你把關稅提高 最後就是你在國內的購買價格 由關稅轉嫁到國內的消費者 所以同樣的 你去課中國大約60%的關稅 中國大約還賣的話 不轉移生產機率的話 那你這個60%的賺來的關稅 由美國的消費者 去轉嫁到美國消費者 去承擔 這很簡單 所以你說你是tax外國公司 外國 那是騙人的 你那個tariff 基本上你就是在tax給你自己美國的公民 他只是沒有交到你美國的口袋 政府的口袋裡 而是透過購買的時候呢 又跑回到你美國 美國的這個好政府的口袋裡面去 你tariff最後都是你財政部收走 對不對 這是一個騙人的把戲 最後為什麼 最後會傷到自己 為什麼美國在他選之前 那麼多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獎都反對他 就是因為他看不慣川普這種欺騙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60%是他一個談判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他才嚇人的 那他能夠推到多少 他能夠傷害到中國大陸到多少 都是一個一個 question mark 所以我認為川普現在把他自己已經把他忙死了 他今天他又要去結束俄武戰爭 又要去管這個中東的 最近他們這些美國的這些 那些那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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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個這些這些博主 這個這個博主又要來說 川普要對美國全世界的 所謂的drug cartel宣戰 他居然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他會說服美國的國會 將這一些販毒集團的首腦 通通處於死刑啊 然後呢他要去正本清源 甚至動用軍隊去把這些 這些drug cartel老巢把它掀了 哇塞他今天講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對不對他說不只中國歐盟更壞 他的農產品他的汽車什麼東西都 公共產品都歧視我們美國 還有一個日本也是一樣情況 那講到韓國韓國人很有錢 所以呢我當時跟他講 他們的軍費要100億 結果呢拜登一上台 就把這個事情擺了搞黃了 我上來還是要恢復 所以他那個鋪子虧那麼大 而且跟中國大陸 如果要硬碰硬的話 其實即使你把中國生產基地 逼出中國以後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是一個好處 為什麼 中國的公司必然要全球化佈局 中國的全球化佈局 如果是被迫的話 我覺得最後結果跟華為一樣 還是加匯中國的經濟 而且中國的這個 中國我覺得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人走出去 所以如果是以投資製造就業機會 而且是這些公司組織出去的話 這對中國的全球化 中國跟全世界各國的融合 我認為是最好一個模式 而不是靠過去什麼出去打工 然後怎麼樣 現在還有人去非法移民的 或者其他的方式 流入國外跟外國融合 那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出去投資 所以呢 短期可能會有些問題 可是呢 看美國自己要付出多少代價 如果美國也不計代價 跟中國硬拼的話 那大家是兩敗俱傷而已 那如果說這個過程中 有談判的空間 慢慢的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 把一些產業 往外國去投資 中國的產業做全球佈局的話 對中國是一個好事 對所以難怪中國大陸 很多網友就說 川建國真的也許會讓中國再次偉大 那我想問一下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也有做出 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蔡委員等一下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大陸財政部長藍佛安 包括在人大常委會 通過了 要置換隱性債務的議案 累計像是可置換的隱性債務4兆元 全國人大委會 批准6兆元的債務的限額 直接增加地方化債的資源 總計有10兆人民幣 另外呢 中國大陸跟全世界 是跟更加緊密的 你在那邊脫鉤斷裂 但是中國大陸有呢 禁博會 李翔說我們要擴大開放合作 那最近呢 在禁博會也說 餐桌上的禁博會 就是俄羅斯的蜂蜜 魯安達的咖啡 西班牙的火腿 韓國的火雞麵 越南的這個榴槤餅 口水都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家是更加緊密全世界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我們常說內盛外王 一邊要解決內部的問題 同時仍舊藉著向禁博會呢 發展全球的發展機遇 因為大陸對於全球南方國呢 就是一個發展機遇 所以他們就分享了全球的發展機遇 同時繼續藉著一帶一路呢 增加所有的經濟體的互通互聯 所以可以創造一個 即便是被美國制裁 還是可以有一個非常龐大的 新興市場的連結 那我們回頭來講一下你講的 就是說從前段日子說的 十七之劍 在經濟的不同層面 怎麼樣去讓經濟點火 到大家千呼萬喚使出來的 最後的財政的這個措施呢 應該就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藥方 那中國的中藥一向就是 君臣佐使 他不會製一金 損一金 他一定要做很好的平衡 那我們看看最後這個藥方 這個藥方其實在去年的9月 我找到一張去年9月的圖 所以我請他們幫我再印出來 就去年9月在家園這個節目呢 我們在那個時候開始討論 房地產的風險 碧桂園 恆大等等等等 那個時候呢就是 我們在這個節目中間討論了 房地產的系統風險 和跟系統的風險 因為中國大陸有很長一段時間 在地方財政上面呢 是靠著土地流轉 以及呢靠著城頭的體系 去做了公共以及私人的 這種土地房地產的 各種各樣的開發 所以說它的房企跟房貸 一邊是跟資本市場連結 一邊是跟它的金融體系連結 就是說一邊就是跟股市債市啊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的是 碧桂園跟宏大 那另外一邊呢也跟整個銀行呢 是有非常非常緊密的關係 也跟地方財政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如果兩邊不好好處理的話呢 你當然就會有一個非常龐大的 系統風險 那那個時候 大家可能記得2023年一開頭 是增發了1兆元的特別國債 那麼這個中間呢 是由中央去背部分的地方債 由讓他們由短債改成長債 並且呢繼續提供了特殊的專項基金 譬如說那時候是防汛防洪 救災應急去避免排擠效應 也就是說 它在處理這些風險的時候呢 它必須同時 一邊用中央去背地方債 同時它要確定房企這裡的這種 保交房的社會風險 它必須要保沒有社會風險 第二個呢 它必須要保地方的財政 讓地方該做的事情 還有能力去做 譬如說地方的三保的支付啊 重要的項目基金 所以一邊要保社會的穩定 一邊要保地方的財政 還要保銀行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回頭來看 這次做的事情 那時照園就看得清楚了 這時照園裡面呢 它主要是 就是如果你把它分割起來看的話 它就是分別的在保這些地方 第一個就是去保 由中央去幫地方政府呢 把它的地方政府的上限 債務的上限提高 發行特別國債呢 去補充國有的商業銀行的 核心資本保銀行 同時它的存量的這些債務呢 有一個置換的能力 可以由中央跟地方合起來 去置換它的隱形性的債務 這是外國時常攻擊的 說中國大陸 如果你看起來 公債只有75% 但事實上有這個隱形性的債務 那你現在就把它扶起來 要中央去協助 那麼最後呢是要達到 地方債務的總額減少的這個部分 在2028年之前希望能夠達到 所以它一邊在用中央去揹債的同一時間呢 也繼續增加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 所以它在兩邊都做了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看中國大陸 在解決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時候 跟美國來來去去都是美聯儲的差別 那麼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還可以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它事實上的債務的 作為GDP的百分比呢 事實上還是低的 事實上如果你看日本的話是260 美國的話260% 美國的是差不多120% 然後再上其他的國家 英國到了105% 法國到113% 義大利到155% 這是最新的一些數字 中國大陸是75% 所以它還有一個債務 就是中央政府舉債的空間 可以利用中央政府揹債 然後拉長的債務的這個 變成長債 來替換短債的方式呢 把短期的那些隱性可以把它拆掉 不會造成重大的這個債務違約 同時呢可以做長期的結構調整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看到 大家在等的11月8號最後來的財政 那麼加上前面開放發展機遇 就是像進博會這一類 繼續的去做像一帶一路基建互聯 並且用新值生產力去改變 它整個經濟體裡面的附加價值的創造 那這些東西慢慢連結在一起以後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人民的消費意願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到消費意願在11月 或者10月底開始有一些點火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希望能夠至少如果說你願意去消費 那你就去消費 如果說你不願意消費呢 你也可以去買一些長期的國債 可以讓這些資金能夠在 比較有效的運用中間呢 一邊把結構性的東西來解決 因為目前的長期的國債的 收益率也是挺好的 所以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當然沒有一個問題簡單 但是中國大陸拿出來的藥方 也是真的不簡單 對所以你看西醫跟中醫不一樣 應該是整個體質的大改變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期 好 我們待會兒呢 我們剛剛討論最多的 其實是珠海航講 今天我要留時間講珠海航講 但前面真的很精彩 還是要請蔡正博士先幫講一下 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經濟的狀況 第一個中國大陸有十兆人幣 那要解決債務的問題 當然中國大陸解方是很多的 藥方也很多的 另外聯準會最近降了25個基點 被說幅度有點小 那未來會不會再降呢 有一些經濟學家說可能不會 因為川普要回來了嘛 不然美國聯準會處理的還不差 因為他目前降2.50億其中的事情 我以前的判斷說大概就是一碼 原因是說美國的整個的經濟狀況 你說好不好 你說差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但是通貨膨脹已經解決了 所以應該把通貨膨脹 拉上去的高利息往下拉 所以那未來就看川普的財政實質 我現在不管美國的情形 我現在管中國的情形 我倒是沒有接大時候 阿倩那麼樂觀 我覺得大陸要更謹慎的 面對這一場風暴 因為這是一個實力的對決 就準備要上拳擊場上面去 你揍我一拳 我揍你一拳 關稅戰爭不能夠那麼輕鬆看待說 中國就一定會佔比較大的便宜 我就覺得還是要再謹慎應對 那不管如何啊 有錢賺就先賺 就是在明年3月份以前 美國因為要準備課高關稅 所以中國要大量的趕快把貨 運到美國去囤積 那這裡面需要中國大陸的銀行系統 大量的貸款給出口商 做什麼用呢 一方面啊 趕快在今年的農曆春節之前 龐大的加班 把貨物不管是義烏的或其他的 直接的塞到美國的 所有進口商的倉庫裡面去 甚至於來不及的話 自己進口到美國去 出口到美國去當進口商 先把這一波的貨物出去 先賺一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一兩個月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出口數字 是快速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 光進口商自己的努力 大陸的銀行系統 不能在旁邊做無視人觀看 一定要大力支持 要大力給他們資金融通 出口的頭寸 出口的額度 要大量的放鬆 讓他們大量出貨 先 因為這一波賺了一點錢 明年要賠錢的時候 才有錢賠 對 道理在這裡 第二個 中國大陸現在 對美國的出口 還有將近佔出口量的15% 這個15%要如何 第一個要如何分散 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也不是那麼容易分散 因為其他國家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出口 吃得飽飽 都是第一大夥伴 第二個就是 要去檢討這出口裡面 哪些東西受高關稅的打擊 會有多大 要想辦法 它的副作用裡面的 就業人口 要想辦法吸收 這個東西 就有賴於中國大陸的 偉大的經濟學家們 趕快去想辦法 這個 絕對不能等到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到時候明年出現了 太龐大的失業數字 就不好看了 那有關你中國大陸 在處理這個債務問題 我簡單的輸出給大家 中國大陸現在GDP 還不到美金18兆 還不到 那好就算18兆好了 它的負債多少 中央政府加地方負債 全部也是18兆 所以負債比例100% 可是有一個非常異常的地方 就是中央政府的負債 只有四成 就地方政府負債六成 全世界也沒有這種狀況 就表示我們過去在經濟 地方政府顯然是出了問題 那你現在 這個如果以簡單的數字 18兆來算的話 大概就是你可以簡單切成 就是7兆是中央政府的負債 然後11兆是地方政府的負債 簡單講是10兆好了 10兆就是70兆人民幣 地方政府負債就是70兆人民幣 你現在拿10兆出來 就是把地方緊急 比較緊急的債務 換算成中央 所謂自換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 變成中央政府債務 我中央政府來幫你負擔利息 就這麼簡單 也沒什麼 就是說 可是你如果還是要讓地方政府 能夠自己站出來 你的整個稅制是有問題 我在講過大陸的稅制是有問題 因為地方政府覺得我不要課什麼稅 遺產稅也不用課 富翁富人稅也不用課 然後這個爆發屋稅也不用課 你看那個大地產商賺的錢 都在玩女明星不是嗎 要不要說難聽的話 那結果你這個稅都不課 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全部靠土地出浪金 在做地方政府的維持費 那你現在又讓房地產硬著陸 硬著陸的結果就造成全面的問題 包括銀行地方政府的問題 現在中央政府出面來收拾啊 那當然你這個收拾 能不能收拾得好很重要 因為你至少多少 你有將近70兆的人民幣的 地方政府的債務 那你現在拿10兆出來 至少剩下60兆 看有沒有比較健康的兆 先解決嘛 那如果能夠解決的話 會逐漸的恢復健康 但是我也不論了 特別的嚴重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等待要拍賣的房子 大概將近50萬棟 50萬戶 沒有特別多 你知道美國 在2009年金融危機 金融海嘯多少嗎 280萬棟 可是問題是你美國人口少 到人口多了 所以這個 再來說增加中國大陸的內需 我倒是沒那麼樂觀 因為很多人錢都卡在房子 那財務效果就使他不願意購買 不願意購買的結果呢 這整個的消費就會 處於低檔啊 中國大陸現在消費佔GDP 還不到四成 其他國家都六成以上 還不到四成 那台灣也不過四成多一點而已 主要是靠出口 那出口要面對關稅 所以大陸一定要對目前 新的經濟形勢嚴陣以待 一定要嚴陣以待 任何一個輕忽都不可以 那所以像那個剛才你提到 你還沒提到 那個NASDAQ的金融指數有沒有 11月7號漲了4% 什麼叫做NASDAQ金融指數啊 就是百度啦阿里巴巴啦 那比利比利啦 汽車股總共有30個股票 加起來叫中國的金融指數 11月7號漲了4% 11月8號跌了4.7% 就是說現在是在動盪不安的 一個狀況底下 所以我是覺得 雖然大陸上會有很多人講說 我們有能力對跟美國 打這場戰爭 美國就跟你準備打一場說 我揍你兩拳 你揍我兩拳 到時候看誰先打 他在跟你玩這個遊戲啊 所以大陸你要挺得住啊 所以每一步啊 關聯都不可以做錯 不能像上次的羊 上一屆的羊貓這樣古稿 對不對 超級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全校精華 精華雙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